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 这种争执却让人感到非常遗憾 希望所有的粉丝都能够互相尊重 不要将自己的偶像变成了自己攻击的工具 而是要在一个和平又爱的分为中共同支持自己的偶像 我们喜欢一个明星 是因为他他给了我们快乐和感动 但如果我们用攻击和漫漫来表达我们的喜爱和支持 那这种行为已经不再是爱了 爱是无私的 爱是包容的 爱是不想伤害到自己喜欢的人的 这场粉丝之间的争执不仅让人感到心痛 更是让我们反思 我们对于偶像的支持和喜爱是否真的是出自真心 是否真的是无条件的 我们是否应该把爱心和善意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而不是用攻击和恶意来伤害他人 我们可以不喜欢某个明星 但我们不能攻击 嘲笑或诽谤他他 相反 我们应该尊重和包容每个人的选择和喜好 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都应该被尊重和平等对待 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里 我们应该注重的是相互理解和尊重 而不是互相攻击和伤害 让我们一起用善意和爱心来传递美好 而不是用仇恨和攻击来玷污纯洁的爱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